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4月20日 我们继续来预测特斯拉的股价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特斯拉股价在4月1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005.06 收盘价是1028.15 盘中最高是到达了1034.94 最低是在995.32 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辅值是达到了39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占上了10日均线值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1661.59万股 是前一日的0.96倍 基本持平 K低值 我们会看到快线上穿了慢线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转折向上 MACD 我们会看到开口缩小 在下方出现了较前一日更短的红柱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回升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4月19日当日生成的这个K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K线 那它的特征呢 那它的特征呢是实体部分在2.5%以内含上下影线 但是上下影线的长度啊不能够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 那这样的K线可以出现在K线图的任何位置 不同的位置寓意也不同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读一下当日的这个含上下影线的小绿K线 首先说它的位置是在一个盘整向上突破的位置 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占上了10日均线值 超过了前一日的最高 那并且呢我们也会看到它也超过了4月13日的这个最高 那4月13日的这个最高呢是我们定义这个盘整区的一个上方的标志 对 那这样的信息啊 说明股价会继续上行 那我们称为是反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看到下方啊 这个成交量没有出现一个较前一日更大的成交量 或者说是抱有一个大量 抱大量我们认为是在技术上说 就是如果当日的成交量是前一日的1.2倍以上 我们认为是抱大量 所以基于这个量的信息啊 目前的股价我们还只能称为它是反弹 那也就是结合当日的这个K线信息的解读啊 就是股价后续会很可能会发生继续反弹 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股价的后续走势 我们会看到在4月19日的这个K线啊 我们首先调出辅助线 好 调出辅助线我们会看到在4月19日的这个K线啊 啊 它的收盘 我们会看到或者整个这个K线的啊 这个外延呢 它站上了我们上方的这个水平线 也就是1026 我们说1026和下方的973 这两条线之间呢 是它的一个盘整区 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 站上了这个上方的这个水平线 嗯 我们从刚才从K线信息的解读啊 也是说股价后续可能会继续反弹 对 那么 一旦我们会看到收盘突破的这个盘整呢 它的股价一定是会继续向上的 那我们会看到 如果在20日股价继续出现反弹 那上方的压力我们会看到直接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 那 这个20日均线值将称为后续股价反弹的一个压力 如果在4月20日当日的收盘 股价能够占上20日均线值 并且或者说是超过4月19日的这个最高1034 嗯 那么我们可以确认股价会出现上涨 好 那如果是上涨 那我们会看到上方一次的目标 我们会看到是这个缺口 然后呢 是突破这个趋势线一 也就是这个 我们把图缩小 也就是这个下行趋势的这个趋势线一 然后呢 是这个上方的 嗯 我们会看到前高 一千 一千二百零八 对 再向上一定是测试新高 那么上方的这几个目标呢 我们在前几期视频也都详细提到过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 好了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 如果股价在4月20日能够占上二十均 那上方的一次目标 好的 那如果股价 我们再说盘整 如果股价在4月20号遇到二十均啊 没有 不能占上二十均线线 那股价很可能会 回到目前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盘整区 那么股价有可能会继续在后续的交易日呢 在这个地方去盘整 然后再去寻找方向是向上突破还是下行 好 这是盘整 那我们说 对 在之前的视频我们也描述过 如果说股价下行跌破了下方的这个973的这个水平线呢 那向下的目标我们会看到是940 60均线值 然后再一次向下是907这条水平线 当然最后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个低低高的上行趋势 这个二号趋势线 对 一次它的如果下行一次的目标是这些 我们在前几期视频也都详细的做过描述 好 那以上呢 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4月20日之后的一个上行盘整 或者下行走势的一个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操作层面 那操作层面 我们曾经在前几期视频提到过在4月13日的这个收盘 我们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右上方收盘是1022这个位置呢 是技术上的进场点 手停损是手这个上涨率K的最低973 那么对 到了现在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反弹 那目前的手停损呢 在技术上依然是手在973是比较合适的 好 那这是操作层面的信息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4月20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说压力位 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前一日K线的最高是1034在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 是个压力区间 我们测算是在1042到1044之间 再向上我们会看到是4月8日的最高1048 嗯 再向上是缺口 是1079到1087 当然再向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下跌的红K的50%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1115附近 好 这是上方的压力位 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 那开盘之后 首先到来的支撑是一个支撑区间 这个支撑区间我们会看到 当日开盘之后 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都在这个区间 我们测算是在1011到1017之间 也就是在这个区域 这是第一个支撑区间 接下来的一个支撑是前日K线的最低和当日新生成的120均线值 那它也是一个支撑区间是995到996之间 对 再向下是下方的这个我们定义的前面K线的低点 就是973也就是盘整区下方的这个支撑 然后再向下 当然是这条水平线940 然后是60均线值 我们测算是在928附近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今天股价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股价很可能会出现横盘 那如果是横盘呢 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会测试到1042 收盘会收在1016附近 在这个位置 对 那么盘中最低有可能会测试到996 也就是前低 好 这是第一个可能盘整横盘盘整 对 那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很可能会出现上涨 如果是上涨呢 当日有可能会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呢 最低会回踩到1016 也就是这个五军和十军值生成这个区域 然后呢 股价会一路上行 那最高呢 可能会到达1060这个位置 然后收盘会收在1045 好 以上呢 是我们对4月20日特斯拉股价的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